为何只见人类在地狱中受罪 没有其他道众生 如天道阿修罗畜生 你多看看今就知道了 这不是说人造极重的罪多得地狱 其他道众生造业 可能是没有人造的这么重 你说人他杀人杀多少人 这个畜生杀人应该很少啊 畜生就是互相残杀 他不是很寂寞的时候 他不杀人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 日中一食他三天吃一顿 老虎狮子三天吃一顿 所以他伤害的众生并不多 那我们人伤害多 你看人每一天吃的伤害多少 他抓一个抓一头牛来吃 抓一个鹿来吃 一条命啊 那你看看人的时候 这个 这个这个 你只看到酒席里面 你看看那里有多少条命 如果是个虾的话 一个虾也是一条命 你杀多少条命 一餐杀多少条命 你从这个地方来想呢 在齐心动力 动物除了肚子饿了 找东西吃之外 他没有念头啊 他不造罪业 人这个这个事实 比动物可恶多了 那我想这个 这是天道当然是比较仁慈 早已真的会比人少 天会堕落 堕落到人道 堕落到修罗道 很少 恐怕不会堕地狱 最重的堕得诺悔就了不起 贪心重 堕诺悔 所以细细想想的说 还是有道理 人造业 比这个哪一道造业 都来的重 很可怕